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作为玄清观道教学院首届毕业生 我需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毕业论文 论中华玄学武术的多媒体化传播探索 我一筹莫展,不知该何处下笔 师父把手机伸到我面前,给我指点迷津 逆途,实践出真知,你不妨试试这个 我看着他手机界面上正在热舞的美女主播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 师父,我觉得,我硬性条件可能不太行 师父眉头一皱,在我头上一敲 呆,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直播 直播? 在师父的点播下,我找了个直播平台 准备开启我的直播算命副业 注册账号时,我随意起了个名字 主播,猛踹瘸子那条好腿 直播间,绝美主播,在线算命 点击开启同城直播间 我坐在摄像头前,跃跃欲试 等了二十分钟,直播间空无一人 荒凉得要命 只有一个好心的过路人提醒了我一句 新主播刚开播,没什么人气 可以去跟人随机连线 蹭蹭热度 我这人向来听劝 很快就开始跟人随机PK连线 第一个连上的主播是个很壮硕的大哥 名字叫 关山海 哟,美女啊 他凑近镜头看了一眼 表情细血 美女是唱歌还是跳舞的 我微微一笑,算命的 关山海愣了一下 他这才注意到我直播间的名字 哼笑道 算命,亏你想得出来 不如你给我算算 算得准的话我过去给你打赏一辆超跑 算得不准的话,你就脱一件衣服怎么样 说完,他就笑了起来 脸上的横肉堆在一起 看得人心里非常不爽 直播间这时候也近了几个人 听了对面的话,终于有人冒泡了 玩这么大吗? 小姐姐别听她的 对面好恶心啊 我去,这么刺激 我没看评论 只仔细看了眼关山海的面相 随即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眉毛杂乱 嘴唇略薄 印唐生有玄真文 你这是天生穷命啊 我这话一出口,观山海的脸色就变了 对面顺着网线过来的几个网友 当即就开始叫嚣 笑死我了 山海大哥那么有钱 你居然说他穷 山海大哥直播了三天了 他带我们看过他家的豪宅 还有一个貌美老婆 太让人羡慕了 主播你算命的技术真烂 长得挺好看 怎么是个骗人的神棍呢? 我没理会这些评论 只撑着头看着观山海 慢慢开口 我还没说完呢 尖门有黑 山根上部一点质 这位大哥 很快就能吃上国家饭了 什么意思? 山海大哥在考工? 有没有可能 主播说的是劳饭? 观山海这下彻底坐不住了 他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 眼睛死死瞪着我 你瞎说什么呢? 他气急败坏地拿起手机 打开后置摄像头 说我穷 我让你好好看看 他拿着手机 打开房门 装修奢华的三层别墅 映入眼帘 随着私人泳池 高档健身房 顶配游戏房的亮相 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 大部分的人都是来看 我是怎么被打脸的 等他炫耀完一圈 回去刚才直播的房间之后 观山海被众人吹捧得有些得意 小姑娘 脱吧 转眼间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到达三百人 在他们的起哄声里 我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大哥心理素质真不错 入室抢劫 完了还不跑 还有心思在这开直播 这话一出 观山海脸色瞬间变了 下意识就要去关直播 可奇怪的是 这直播怎么也关不掉 慌乱中 手机被他弄掉在地上 摄像头正对着桌底 模糊不清的画面里 骤然出现了两张 痛苦猙獰的面孔 直播间的人被吓了一跳 吓死我了 手机都吓掉了 桌子底下 怎么还绑着两个人 这是非法囚禁了吧 这是个什么走向 我懵了 主播说的 入室抢劫 是什么意思啊 卧槽 这个被绑住的女人 不就是前天 观山海 给我们看的她老婆吗 怪不得 我当初就觉得 她的表情不对劲 原来是被胁迫的 弹幕密密麻麻 乱成一团 我不紧不慢地 给他们解释 被绑着的这两个人 才是这栋别墅 真正的主人 而这位观山海 只是财迷心窍 若是抢劫的流浪汉而已 她抢完劫之后 虚荣欣又开始作祟 居然就这么堂而皇之 在别墅住了下来 还开了直播 每天带着网友 参观自己的豪宅 享受着别人对她的追捧 观山海气急败坏的声音 从直播间传来 闭嘴 贱人 他捡起手机 面露凶光 老子一定会找到你 然后杀了你 主播快报警吧 太吓人了 我掀开眼皮 看了他一眼 忘了提醒你 刚刚在你带着大伙 参观你家豪宅的间隙 我已经报警了 砰 话音刚落 对面传来一声巨响 大门被撞开 隐约间 还能听见外面的警笛声 手机被观山海扔在地上 他这时候 哪里顾得上直播 打开窗户就跳了下去 直播屏幕黑屏 可把网友急坏了 靠 不会跑了吧 太刺激了 我就是看个直播 居然还能碰到警匪追击站 主播小姐姐小心啊 她这样的亡命之徒 可能真的会来报复你 此时直播间的围观人数 已经将近两千了 并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我喝了口水 安抚道 放心吧 她跑不掉了 观星空王 流尽日主 必见观灾 她下半辈子得在牢中过了 具体情况 明天你们自己看新闻吧 说完话后 我断开了PK连线 此时直播间 再也没有之前那么冷清了 虽然听不懂 但小姐姐牛逼啊 腿姐 你是我唯一的姐 腿姐 我也要算 怎么报名 除了这些激动的新粉丝之外 还有很多刚进来一脸猛逼的网友 什么情况 这个直播间到底干嘛的 腿姐 考研的 算命直播间 现在江湖片子亭 与时俱进的 无聊 退了 我微笑着挺直了腰背 再次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算命直播间 玄学武术 一术一挂 算完为止 争抢着要算命的人太多 我就随机发了个红包 谁先抢到 谁就先算 红包发出去的瞬间就被抢了 姓月儿是名叫爱吃炸鸡的网友 是我 是我 她在屏幕上打出这句话后 就迫不及待点了粉丝连线案件 腿姐 我要算命 听这声音 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 我问她 你想算什么呢 爱吃炸鸡沉思了一会儿 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想算一下 我肚子的孩子 是不是还健康 她说 她是个孕妈 怀孕五个月了 自从一个月前 跟着老公搬到他们公司附近之后 她就觉得不太对劲 她觉得肚子里的孩子 好像越来越虚弱了 老公宽慰 她使她太敏感 想太多 也带她去医院看了 一通检查下来 什么问题都没有 她在我肚子里 我是能感觉出来的 我真的觉得不太对劲 大师 你能不能帮我算一下 爱吃炸鸡的声音交集 看得出来很迫切 我安抚了她一会儿 然后才问 现在方不方便开个摄像头 我需要看一下你 还有你的肚子 爱吃炸鸡 紧紧犹豫了一下 就同意了 打开视频连线后 我看到了她的脸 她离摄像头远了点 好让我看见她的肚子 看清她的样子后 我掐指一算 目光微凝 天良兴旺 而天府兴衰 我抬头看向她 正色道 把你的右手伸出来 腿姐突然这么认真 不会真有事吧 好紧张啊 得了吧 医生都说没问题 她能看出来什么 楼上的小心打脸哦 我仔细查看了她的手下 心里的猜测 逐渐被证实 你被人下了换胎邪术 我问她 你最近紧密接触的人里 有没有跟你一样怀着孕的 爱吃炸鸡愣了一下 换胎邪术 有人要害我 她有着惶恐地来回踱步 谁要害我 除了丽姐 我没有接触什么 怀着孕的人 到底是谁 我打断了她的话 丽姐是谁 腿姐这么说 那这个丽姐 嫌疑很大呀 同意 爱吃炸鸡 也看到了网友的评论 一下子就着急了 下意识反驳 不会的 丽姐对我很好的 她是我老公领导的老婆 但人却没有一点架子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就是他们夫妻俩的 他们看我怀孕了 我老公离家太远 不方便照顾我 低价租给我们的 丽姐一家就住在我们楼上 她怀孕快七个月了 还经常下来陪我聊天 让我别太焦虑 爱吃炸鸡一边解释 一边拿着手机走到客厅 茶几上放着新鲜水果和一些补品 你们看 这是丽姐刚刚送过来的 她人真的很好 她说完后 网友还是没买账 说实话 无视献殷勤 飞奸即盗 我还是觉得这个历解不太对劲 再次同意 爱吃炸鸡此时也隐隐开始动摇了 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大师 我叹了一口气 原先我还不确定 可刚刚听你这么一说 我便能笃定了 害你的人就是这个历解 爱吃炸鸡文言 忍不住后退一步 跌坐在沙发上 你把手机对准你的床头 爱吃炸鸡回过神 立马照做 去把那张海报接了 爱吃炸鸡没在犹豫 伸手就接下了海报 海报背后的黄符 骤然出现在众人视线里 爱吃炸鸡吓了一跳 手机都拿不稳了 我继续道 你家入门玄关处挂了一只木葫芦 房间门上倒扣着一个青铜古镜 还有这床头上贴着的朱砂黄符 他们的所处方位分别是二煞卫 太岁 五黄星 如此便形成了绝胎阵 而那葫芦没有封口 葫芦口正对上方 如此变化绝胎阵 为引胎阵 我抬眸看向爱吃炸鸡 她早已惊诧到不知所措 不停嘀咕着 怪不得 怪不得丽姐在我们住进来时 就叮嘱我们千万别乱动家里的东西 原来她一直想害我 我点了点头 你要是再在这里住下去 等她生产之日便是你流产之时 直播间的网友早就听傻了 我去 她图啥呀 也不知道给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积德 她要是好好养胎 也能顺利生产的吧 为什么非要害人啊 爱吃炸鸡冷静了些 她突然想到了一些事 我听我老公说过 说是丽姐今年都四十了 他们夫妻俩 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孩子 之前也怀过 可怀过三次 全都流产了 今年年初 好不容易才又怀上 还养到了七个月 我 那就说得通了 她知道自己要保住这个孩子并不容易 又不知道从哪弄到了这个换胎邪术 为了一己私欲 她选择牺牲同样怀孕的你 网友震惊 好恶毒啊 用别人的胎养自己的胎 还是人吗 怪不得一直给她送补品呢 原来是把她当成自己的移动公胎战了 没人夸一下主播吗 太牛了 再说一遍 推劫我的神 装神弄鬼 你俩是串通好在演戏吧 爱吃炸鸡 此时根本顾不上看评论了 煞白着脸 大师 大师救救我 我的孩子还有救吗 有救 我指着那只木葫芦 你在正午时分 把那葫芦取下来 找个四周开阔之地 面朝东方把她烧了 同静本有驱邪必哉之孝 你把她翻过来就行 至于那皇服 倒是有些麻烦 我思索片刻后便道 这样吧 我私信给你一个地址 你把那皇服快递给我 我来处理 我们都在同城 快递送过来 也不要多少时间 爱吃炸鸡一听 瞬间面露喜色 谢谢大师 我待会就打电话给我老公 商量搬家的事 我笑了笑 不用谢 好好养养 孩子会没事的 说着 我眨了眨眼睛 刚刚给你算过了 你这胎会生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 爱吃炸鸡 再次跟我道了谢 然后才断开了直播连线 评论区此时热闹极了 口径统一 那个丽姐太恶毒了 就这么放过她了 是啊 看得我窝火 我随意瞥了一眼 轻吃一生 放心 如今引胎阵被破 无论是丽姐还是百阵之人都必遭反噬 丽姐这胎 保不住了 爽 卧槽 年度大爽文 腿姐牛逼 我打断了他们的夸张吹捧 好了 大家准备好 我要开始发红包了 下一个抢到红包的人 是个名叫M的网友 他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今年大二 抢到红包之后 他立马就按下了直播连线 还打开了视频 主播 我想算命 他一露面 弹幕瞬间热闹起来 帅哥呀 这在大学里 不得是校草级别 卧槽 我感觉他有点眼熟 小哥哥长得好帅呀 关注一个 但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微微低头 没有 我也就是正常人长相 还会害羞 太纯情了吧 哈哈哈哈 真有意思 我看了他一眼 想算什么 但文言 便也没再管那些弹幕 表情严肃起来 主播 我总觉得我的室友 最近很不对劲 我 具体点 怎么个不对劲法 但眉头微皱 试图回想 他说 第一次发现他不对劲 是在半个月前 那天半夜 我口渴起来喝水 却发现他一动不动地 站在我的床头 就那么看着我 我被他吓了一跳 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 还裂开嘴角朝我笑 网友惊讶 我去 太吓人了吧 是梦游吗 但看见了弹幕 摇头道 不是梦游 他的表情变得有些一言难尽 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现在白天也变得不太对劲 明明是个一米八的壮汉 可是最近行为却有点 他话还没说完 宿舍门口就传来一声怪异的声音 我回来了 就像是男人捏着嗓子 学女人说话一样 有点恶心 但迷惊 下意识把手机往旁边藏了藏 摄像头虽然被遮挡了一些 但还能看见宿舍的场景 只见一个一米八壮汉 从门口进来 扭着腰走到弯旁边 顺势趴到了他的背上 娇称道 亲爱的 有没有想我 跟嘴角直抽 你怎么回来了 现在不是有课吗 男人冷哼一声 人家忘记带书了 他从M身上起来 从柜子里找出书 亲爱的 我先走了哦 直播间的吃瓜网友 早已实话 有点意思哦 说实话 这种我只在泰国看过 M小哥 你自求多福 M叹了口气 很是无奈 如你们所见 他现在真的很不对劲 大师 你能不能帮忙算一下 他到底怎么了 我喝了口水 看过了 你是有面色发青 眼神涣散 走路飘忽 脚后跟不着地 他这是很明显的撞邪症状 咱们一惊 撞邪 我问他 最近你们学校 有没有死过人 咱问了一下 表情有些不自然 有 一个礼拜前 有个女生跳楼自杀了 就在离我们宿舍楼 不远的地方 他这话一出来 弹幕立马就沸腾了 靠 我就说 看他眼熟 原来跟我是一个学校的 我也认出来了 他是数学科学学院的那个院草梦天明吧 他说的跳楼的 那个女孩我还认识呢 是我同专业学妹 在众多网友的科普下 我们逐渐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那个跳楼的女孩名叫徐家 一个礼拜前 学校表白墙上突然传出一封表白信 收信人是孟天明 而落款则是徐家 这封表白信一出来 瞬间就被传了出去 底下的评论大多都是在看热闹 恶言相向的人也不少 徐家长相气质不佳 因为这封情书被很多人嘲笑谩骂 还有人私信骂他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徐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网报 后来跳楼自杀 大概率也是因为这个 卧槽 那些网报的人是杀人凶手啊 他们怎么睡得着的呀 法不择重 没办法 他们受不到什么惩罚 最多就是批评教育 公开道歉 人都死了 他们的道歉屁都不是 恶心 所以 孟天明的室友是被徐家缠上了 孟天明表情痛苦 当初他遭遇了网报 我有努力替他澄清解释 可是大家太疯狂了 我拦不住 帅哥别伤心了 这不是你的错 小哥个人美心善 爱了爱了 越来越多的人夸赞起孟天明 还给他点了关注 孟天明有些受宠若惊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徐同学出了这种事 我真的很愧疚 也很 行了 我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 当初那封表白信不就是你传出去的吗 现在又在惺惺作态什么 他答 孟天明手边的杯子被他打翻在地 他惊恶地抬头看着我 也许他室友确实有些不对劲 但孟天明跟我连迈的初衷 根本就不是为了算命 他就是看我这直播间现在热度高 想露个脸蹭拨热度的 他一开始也没相信我有什么真本事 所以当我一语道破真相时 他才会这么惊讶 你在说什么 孟天明努力维持着脸上的表情 我根本不知道那封表白信是怎么传出去的 弹幕里也有为他说话的 他看起来挺无辜的 腿姐是不是误会了 是啊 主播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诬陷人啊 我并不在意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只是你那室友现在是真的撞了鞋 被徐家给缠上了 但徐家实际上是冲着你来的 孟天明嘴角的笑容终于维持不住 鹅角渗出一丝冷汗 主播别开玩笑了 我们大学生要相信科学 行啊 我无所谓 那你继续相信科学吧 我就挂了 我伸手要去切断连线 孟天明见状连忙阻止 等一下 他说话都有些哆嗦了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徐家都缠了我室友这么多天了 也没有对我做什么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他是新亡之魂 力量微弱 所以只能缠人 不能害人 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脖梗 而且 你脖子上带着的玉观音开了光 对他有些威慑 听到我的话 孟天明下意识摸了摸 脖子上的玉观音 松了一口气 而我毫不犹豫泼了他一盆冷水 但今天可不一样 孟天明一愣 什么意思 我勾了勾唇脚 因为今天是他的头七呀 有点吓人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主播别吓我 我胆子小 你们真信啊 这一看就知道 主播在框人啊 信腿姐得永生 信腿姐得永生 有没有人觉得 孟天明的宿舍变暗了 说话间 孟天明整个人都被冷汗浸湿了 直播间的人感受不到 可他可以 宿舍不仅光线暗了下来 连温度都骤然降低了 他感觉到自己有些动不了了 吱哑一声 宿舍的门被人推开了 室友张泽进来了 亲爱的 我回来了 他艰难扯了扯嘴角 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 张泽嘻嘻一笑 没下课呀 这不太阳落山了 孟天明再也坚持不住 猛地从桌子前站了起来 就要拉开门冲出去 可诡异的是 那门怎么也拉不开 张泽走到他身后 几乎贴在他身上 你跑什么 孟天明撕心裂肺地喊道 腿姐 大师 救我 弹幕狂刷 我的世界观崩塌了 心里默念 我爱科学 腿姐 快点出手啊 我好心提醒 我就算出手 也需要时间啊 孟天明 我奉劝你一句 赶紧道歉求饶 把你做过的事 一五一十 坦白清楚 说不定徐家满意了 会饶你一命 也说不定 此时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一万人 热度很高 其中不乏跟孟天明一个学校的 孟天明咬了咬牙 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我冷笑一声 不说话了 他背后的张泽 啊不 徐家一听这话 浑身气势立刻变了 他一把掐住孟天明的脖子 把他整个人抵在了门上 我要你死 声音四男四女 诡异极了 孟天明满脸战红 掰着他的手 徐家又猛地把他摔了下去 孟天明躺在地上 不停咳嗽 我立刻一声 还不道歉 真想丢了小命不成 孟天明浑身一震 再也坚持不住 痛哭流涕起来 他跪在地上 徐家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骗你 不该把你当成备胎 不该把你的表白信传出去 我虚荣心作祟 一边觉得你配不上我 一边又享受着你的爱慕 我们认识八年了 我高中时长得很胖 所有人都嘲笑我 只有你对我好 肯把我当朋友 徐家 我没想过你会跳楼 上了大学之后 我受了很多 我受到了大家的夸赞和追捧 渐渐地 我开始觉得跟你走在一起有些丢人 所以就随便找个借口跟你绝交 是我虚荣 我无耻 我配不上你对我的好 孟天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哪有半分形象可言 弹幕也被这个反转惊到了 去死啊 臭渣男 长得人模狗样 人是你是半点不做呀 亏我还觉得他长得帅 把他当男神呢 我这就跟我室友说 让他们也认清他的真面目 某某大学校友 慕名前来观摩 某某大学校友 慕名前来观摩 某某大学校友 慕名前来观摩 徐家将在原地 低头看着孟天明 两行血泪从脸颊滑落 孟天明早已哭晕过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 徐家 停手吧 你心愿意了 该走了 什么意思 徐家不是要杀了孟天明报仇吗 腿姐解释一下 我脑子笨听不懂啊 我看了一眼弹幕 缓声道 徐家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害人 他要的 不过是一个道歉 他是个好姑娘 生前是 生后也是 只是这一生太苦 识人不清 网友激愤 这样的好姑娘 我怎么就遇不到 我恨 孟天明这人渣 何德何能啊 我真的气得冒鬼火 对面屏幕里 徐家定定地站在那 好久之后 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声 屡屡黑烟 从张泽的身体里飘了出去 我双手结印 闭眼低颂 无缝太上老君律令赤 一段往生咒念完 对面张泽已经不省人事倒在地上 光线恢复正常 仿佛徐家从未来过 弹幕彻底沸腾 绝美主播 在线驱鬼 这直播直了呀 小可爱打赏了主播 EX热气球 秃头宝贝打赏了主播 RX棒棒糖 旺仔打赏了主播 EX超级跑车 五花缭乱的打赏特效飞了出来 我看不见屏幕了 一时有些烦躁 反手关闭了打赏功能 行了 别破费了 我不缺钱 有跟孟天明同大学的吗 帮忙叫个救护车吧 他俩阳气受损 估计得在医院住几天了 网友冒跑 报告腿姐 已经打了 这张泽也是倒霉 哈哈哈哈 这兄弟真的无辜 就因为跟孟天明住一起 结果被徐家缠了这么多天 我扯了扯嘴角 无辜 他可不无辜 当时网报徐家的人里 他可是主力军 弹幕大骂张泽和孟天明的同时 也在追问他们之后的下场 我掐指一算 云淡风轻道 事业受阻 一生困苦 好了 我满足了 友友们以后一定要积德行善啊 做缺德事是要遭报应的 这里面夹杂了一个特殊的弹幕 是前一个连线的爱吃炸鸡 大师 刚刚我等老公回家的时候 突然听见了救护车的声音 等出去查看的时候 才发现是那个恶毒女人 听说她刚刚在家 突然划了一跤 孩子应该保不住了 我点了点头 因果报应 作恶者必自食恶果 我看了眼时间 已经不早了 五挂应该算不完了 这样吧 今天再算一挂 剩下的 明天再算 此时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两万人 热度高涨 最后一挂我必抢到 来来来 提手速的时候到了 我设置好红包 按下了发送按钮 红包再发出去的瞬间就没了 抢到红包的 是一个名叫兔丝子的网友 他迫不及待 按下了直播连线 直接打开了视频 屏幕那头黑漆漆的一片 伴随着他粗重的喘息声 腿解救我 我遇到鬼打墙了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 仿佛是在害怕什么 在他断断续续的说明中 我大致明白了他的处境 兔丝子是个爬山爱好者 今天下班之后 他闲来无事准备去附近的千鸟山逛逛 来到山脚下 他才发现今天爬山的人格外少 一问才知道 就在昨天千鸟山上死了一个登山客 大家都害怕不敢上去 兔丝子也害怕 可他又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 就这么回去了 多多少少有些不甘心 我本打算爬到一半就下山回去的 可上山爬了半小时 下山爬了两个小时 都还没走出去 他声音颤抖 我的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 但神奇的是 居然还能看见你的直播 腿姐救救我 我还年轻不想死啊 网友被这个恐怖的气氛吓到了 小姐姐胆子真大 这种情况还敢爬山 有点吓人 我都不敢看了 说实话 我以前还遇到过鬼压床 腿姐快帮帮他吧 我沉吟片刻 又让他把手机摄像头 对准周围四处转了转 鬼打墙倒是好破 这样 我发给你一段破碎咒 你咬破中指指尖 将斜点在眉间 一边念咒 一边往一个方向走 不出十分钟 就大概能走出这片林子 走出去后 不要回头 赶紧下山 我把破碎咒发了过去 兔丝子冷静了不少 他一边道谢 一边照着我的方法 开始照做 他不敢关了直播间 只好把手机放在胸前 拔腿狂奔 镜头晃动 黑漆漆的林子里 迷雾缭绕 我们只能听见 兔丝子踩在枯枝上的咔嚓声 还有恐慌的喘息 我的心都跟着揪起来了 好刺激 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兔丝子小姐姐加油啊 我看着那黑漆漆的画面 虽然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可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大概十分钟后 兔丝子一鼓作气冲出了蜜林 眼前的山道豁然开朗 太好了 出来了 出来了 腿姐牛逼 兔丝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在开口时 他说话轻快了不少 谢谢腿姐 那我就不打扰你直播了 我先下山去 眼看着他就要挂断直播连线 我却一眼看到了他背后树丛里蹲着的黑影 一种不安 瞬间涌上心头 等一下 兔丝子一愣 怎么了 我立马道 回去 回到刚刚那个蜜林 兔丝子犹豫了一下 显然是不太乐意回去的 我立声道 还想不想活命了 兔丝子浑身一震 再也不敢犹疑 转身就又跑了回去 网友都懵了 怎么又让他回去了 主播 你这不是害人家吗 为了哗众取宠 你居然不顾别人的安全 取关了 我没理会这些网友 只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叮嘱兔丝子 你进了蜜林之后 找个地方躲好 直播间不要退 千鸟山离我不算远 等我过去 什么情况 腿姐你要去现场吗 卧槽 腿姐记得开着直播 我拿着手机坐上了出租车 一路赶往千鸟山 期间兔丝子一直在跟我联系 他已经找到地方躲了起来 现在满腔的疑问 快把他逼疯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都在追问 我抿了敏唇 低声道 你今天确实遇到了鬼打墙 但这鬼打墙 却不是要害你 而是为了救你 昨天在千鸟山遇害的那个登山客名 叫苏蓉 他被人杀害后抛尸千鸟山 杀人凶手在慌忙逃窜中途 不小心跌落山崖 目前尸体还没找到 但他的灵魂却已经化成恶灵 苏蓉要是不救你 你此时怕是凶多吉少了 兔丝子不可思议地捂住了嘴 你是说 鬼打墙是苏蓉弄出来的 他是在救我 我点头 是我疏忽了 你别说话了 记得多好 兔丝子抱着手机 我知道了 我乘车到达千鸟山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没再多想 我朝着兔丝子藏身的密林 飞快跑去 腿姐快点啊 兔丝子小姐姐 怕是快撑不住了 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妈妈呀 我不敢看了 我把手机挂在胸前 一路跑到目的地 此时密林的鬼打墙 已经被破了 我目光一宁 抬脚跨了进去 林子里树枝杂乱 地上凹凸不平 非常不好走 我一边感应着兔丝子的位置 一边在地上贴黄服 防止恶灵逃脱 走出去没一会儿 我突然听见一声一响 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娇小女生 脖子上缠着黑烟 整个人被吊在树上 正晃动着双腿不停挣扎 孽障 竟敢放肆 我反手掏出腰间的五雷服 朝着那黑烟制去 五雷服附在黑烟上 瞬间燃烧起来 凄厉的惨叫凭空出现 黑烟消散 兔丝子掉落在地上 她看到我 眼睛都亮了 腿姐 你来救我了 我刚刚一直在念破碎咒 生怕等不到你了 我拍了拍她的脑袋 做得好 辛苦了 在这休息一会儿 我去收了那恶灵 黑烟俱成人形 转身就要 朝林子深处逃窜 我要破中指 挤出一滴精血 甩在黑烟上 天地自然 碎气分散 急急如律令 黑烟骤停 不停蠕动挣扎 最后发出一声 凄厉惨叫 消散于无形 我松了一口气 转身回到了兔丝子身边 走吧 送你下山 兔丝子眼睛有些红 她怕是被吓坏了 紧紧抱着我的胳膊 不松手 没办法 我只能用这么扭曲的姿势 带着兔丝子下了山 分别的时候 她小声道 腿姐 谢谢你 我能不能再请你帮个忙 我挑了挑眉 你说 兔丝子揉了揉眼睛 我想请你给苏荣念一段往生咒 行不行 看着她稀奇的目光 我笑了笑 可以 忙活了大半晚 回去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了 之前一直没时间去看直播间 等现在一看 我直接愣住了 直播间被封了 原因是装神弄鬼 误导大众 我有些无奈 正要关了手机 却发现主播后台塞满了私信 腿姐 下次直播 一定要喊我 腿姐 虽然直播间被封了 但你是我永远的神 还有两挂没算完呢 腿姐我等你 太牛了太牛了 主播你太牛了 主播 我也想算命 求您宠幸 我忍不住勾了勾嘴角 这些网友还真有意思 我点回主播首页 思索了一会儿 把主播名改了 主播 玄清冠心仪 嗡嗡嗡 手机在这个时候 想了起来 是我师父 逆途 怎么样 现在你那论中华玄学武术的多媒体化传播探索 还能不能写了 我笑了笑 能写 明天动笔 下面给大家讲述下一篇故事 心仪 我开了个算命直播间 国外网友求助 大师能不能帮我算一下 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妈昨天紧急问我 要了二十万块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抿了抿嘴角 确实有事 还是喜事 恭喜 你弟弟要娶媳妇了 彩礼二十万 作为玄清冠道教学院首届毕业生 我需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毕业论文 论中华玄学武术的多媒体化传播探索 在我一筹莫展之际 师父过来指点迷津了 他让我去试试直播 直播体验还不错 至少论文灵感是有了 写了半天的论文后 我打开了电脑 昨天直播时说好了玄学武术 一术一挂 因为时间问题 昨天只算了三挂 还有两挂 今天得兑现呢 昨天的直播让我涨了四五千的粉丝 我一开播 平台就自动给我那些粉丝推送了开播提醒 眼看着直播间正陆陆续续进来人 我打消了去跟其他主播PK蹭热度的念头 腿姐 我来了 疑 玄清冠心仪 腿姐换名字了 那以后就得叫你心仪大师了 心仪大师什么时候算命啊 我都等不及了 加一 快点快点 我看到不少熟面孔 便随口跟他们寒暄了几句 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说道 今天的规则跟昨天一样 我待会会发一个红包 先抢先得 先得先算 直播间 网友兴奋起来了 一早就焚香沐浴 就等现在了 是时候拿出我单身二十年的手速了 我把红包设置好 点击了发送 发出去的瞬间秒眉 谁 谁抢的 可恶啊 好像 是我 抢到红包的网友逆称叫 连月 连月没等多久 就连上了直播 她打开了摄像头 是个很年轻的姑娘 就是脸上的皮色很重 像是很久没有休息好了一样 明明是正午 但我注意到了 她背景的窗外 是漆黑一片 弹幕上 网友也都在问 连月看见了 便解释道 我现在在国外 跟国内有时差 我问她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你想算什么 连月叹了口气 神色有些疲惫 说实话 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 我家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 并不富裕 甚至是有些穷的 我初中毕业后就没念书了 后来机缘巧合下 我来到了国外谋生 这些年 除了给家里生活费的时候 父母很少联系我 可三天前 我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语气急迫 说是家里出了大事 让我拿点钱出来 我一听这话就慌了神 不仅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了 还贷款借了不少钱 凑了二十万打了过去 可打过去后 我妈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准备明天回国了 现在睡不着 所以来看了下你的直播 大师你能算一下 我家到底出什么事了吗 我看着他的脸 眉头越皱越深 连月有些紧张 大师 怎么了 是出大事了吗 我声音微沉 确实要出大事了 恭喜 你弟弟要娶媳妇了 对方要的彩礼钱 不多不少 正好二十万 连月直接愣住 煞白着脸 半天都没说出来一句话 仔细看能发现 他连手都在微微颤抖 直播间的网友蒙了一瞬 但也很快反应过来 瞬间就炸了 卧槽 他妈为了给儿子娶媳妇 把女儿数十年的血汗钱骗光了 事后玩失联是怕女儿发现真相 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我的天啊 还有一些人持有怀疑态度 不可能吧 怎么说也是亲生父母 不会这么狠心吧 主播瞎说的吧 我不太相信 连月也看到了这些弹幕 开始犹豫起来 我无所谓道 信不信没关系 我只能提醒你一句 这次回国再多考虑一下吧 可能回来了就再也出不去了 对了 你妈应该会再联系你一次 目的也很明确 劝你回国 连月一愣 我的钱已经全部打回去了 她还让我回去做什么 她话音刚落 桌子上的手机就震动起来 连月一看来电显示 整个人身子一僵 是我妈 网友惊讶 大师这都能算到 连月小姐姐快接啊 我好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我刚想让她把直播连线先断开 就看见她已经接通了电话 还开了免提 通话声很清晰 连月 妈 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我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一直打不通 对面着急道 哎呀 你爸在工地干活摔下来了 伤得太重 我一直照顾她 这才没顾得上联系你 连月慌了 摔下来了 现在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还有 哎呀 你先别问这么多了 对面很不耐烦地打断她 你还是先回国吧 你爸也想你了 就明天吧 明天能回来吗 她现在冷静下来了 强忍着情绪道 再说 我再考虑一下 先挂了 哎 你这小赔钱货什么态度 要不是我 对面还没骂完 连月就把电话挂了 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只有弹幕还在滋滋不倦地刷着 为什么非要小姐姐回国 话说 父亲摔伤了 女儿回去伺候不是应该的吗 问题是她妈妈的态度不太对 弹幕开始吵起来了 连月从恍惚中渐渐回神 她抬头看着我 眼里有期待 大师 你能算出来 他们非要我回去做什么吗 我抿了抿嘴角 你爸没摔伤 你妈骗你的 连月嘴角扯出一抹自嘲的笑 我猜到了 还说什么想我了 从小到大 他们眼里就只有弟弟 我对他们而言 就只是个提款机而已 我接着说 你弟弟的彩礼解决了 可还要买房子 你家拿不出那么多钱 所以你爸妈又把主意打到了你身上 他们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一个婆家 男方瘸了腿 智力低下 但家境殷实 只要你嫁过去 他们就能出三十万的彩礼 你爸妈准备用这钱 给你弟弟付首付 连月听了这话 呆呆地坐在那 也没什么反应 网友气得不行 这什么父母 这不就是卖女儿吗 太恶心了 小姐姐跟他们断绝关系吧 别再被他们吸血了 连月小姐姐太可怜了 我都要哭了 心仪大师帮帮她吧 眼看着连月都快处于崩溃边缘 弹幕网友都在劝她 我慢慢道 对于我说的话 你可以先去验明真假 如果你相信我 我可以帮你把那笔钱要回来 连月很清楚 她的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对于我的话 她还是相信的 在她考虑的这段时间里 我也没闲着 一直在跟其他网友聊天 倒也没觉得有多无聊 大概二十分钟后 连月再次申请了连线 大师 我想好了 我想把钱要回来 然后跟他们断绝关系 大师 您能帮帮我吗 我敲了敲桌子 这就对了 把你妈的号码私信发给我 我来会会她 弹幕瞬间热闹起来 卧槽 心仪大师是要隔空做法 引雷劈死她吗 刺激 不应该要八字吗 要电话号码也能行 我瞥了一眼弹幕 有些无语 现在是文明社会 不能随便踢人 说话间 我拨通了连月妈妈的电话 一接通 我就堆满了笑容 声音谄媚 喂 请问是何莲女士吗 您的女儿前段时间 在我们银行办的 一百万贷款下来了 已经打到您的账户上了 请问您收到了吗 对面愣了一下 我是何莲 停了一秒后 她的声音猛地激动起来 她又办了一百万贷款 她停顿了一会儿 似乎是去确认账户了 片刻后 尖锐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 没有 我没有收到这笔钱 我安抚道 何莲女士您别着急 我帮你查询一下 等了三分钟 我有些抱歉道 是这样的何女士 因为您的账号在我们银行还没有资金来往记录 但木妈了 这个说法 我好熟悉 我想到了我被骗走的十万块 建议查查 主播不像是演的 万万没想到主播的方法是这个 把骗走的钱重新骗回来 心仪大师 你业务真广 跟连月妈妈通话的这十几分钟里 连月一句话没说 一声不吭地看着 说到最后 何莲已经彻底相信我了 好好好 我这就把钱打过去 打过去那一百万就能到我账户了是吗 得到我的回应后 她又有些怀疑道 那这个贷款的钱应该不要我们还吧 我笑了笑 钱是你女儿借的 当然是你女儿还 那就好 她喜形余色 我儿子能娶媳妇 还能买房子了 我跟孩儿 她爸也能去旅游了 哈哈哈哈 挂断了电话后 我这才看向电脑屏幕 抽空回答了网友的问题 连月小姐姐打回去二十万 大师刚刚怎么只问她 要了十五万 我不仅不慢道 我看过连月的面相了 眼藏红丝 人中平短 眉目带胸 二十六岁这年 怕是有生死大劫 而在她很下心 决定跟父母断绝关系的那一刻 生死大劫便开始化解了 破财消灾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钱不能全拿回来 不然这灾也会跟着过来 原来是这样 那这五万花的不亏 那灾会不会跟着钱 一起留在她父母那边 我笑了笑 这个嘛 你们可以猜一猜 说话间 连月手机响了一声 她低头看了眼手机 双手忍不住颤抖起来 我卡里收到了十五万 我点头 那就行了 放心吧 以后你的人生会一帆风顺 好好享受人生吧 连月红着眼睛 谢谢大师 与此同时 我告诫 我告诫直播间的网友们 大家要小心电信诈骗哦 连月挂断了直播连线后 我反手又发了一个红包 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心仪大师 你怎么不先预告一下 我又没抢到 这次抢到红包的网友昵称 叫念秋 等了好一会儿 她都没反应 就在网友快要不耐烦的时候 我终于收到了她的连线请求 对面也打开了摄像头 在看清对面景象的时候 原本还在直播间骂骂咧咧的网友 瞬间不说话了 只见一个甘瘦的大叔坐在病床上 光头 鼻子上还插着管子 他声音很小很虚 大师 对不起啊 我不太会弄这个直播 我笑了笑 没关系 你想算什么 念秋慢慢道 我想请大师算一算 我的女儿现在在哪 是否能吃饱穿暖 念秋说 她的女儿秋秋 在一岁时 在市场被人抱走了 秋秋妈妈 在秋秋被拐的第二年去世 她独自一人 找了秋秋二十四年 但在今年 她被确诊癌症 再也找不动了 这个直播间是她无意间看到了 拜托了护士才能跟我连上线 我抿了名嘴 秋秋的生辰八字 您还记得吗 念秋点点头 记得 她不会发私信 便直接在直播间说了出来 我点点头 知道了 我帮您算算 网友懵逼 是我耳鸣了吗 刚刚大叔说的生辰八字 怎么成了币 这是自动屏蔽 平台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只能是大师弄的了 心仪大师 你太严谨了 我没理他们 只掐指一算 念秋没催我 静静地坐在屏幕前看着我 也许是失败了太多次 她早已习惯了这种期待又失望的过程 这次跟我连线 可能也只是为了求个心安 我抬头看向她 你女儿浓眉大眼 鼻子不高 嘴唇略薄 下巴上有颗质 手腕上还有一个红色胎记 一听这话 念秋猛地抬头看着我 眼睛睁得很大 呼吸急促起来 是 是我家秋秋 大师 您真能算出来 她现在在哪吗 我点头 能算出来 她被拐后 被一个富裕家庭收养 养父母有一个儿子 他们都对她很好 把她当亲生女儿 亲生妹妹看待 秋秋成绩很好 十七岁那年 考入了重点大学念书 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毕业后被养父母 送出国留学深造 硕士毕业后回国 目前工作很好 也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念秋正愣地听着 听着听着 眼睛就红了 意识到此时是在直播 她有些笨拙地 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大师 那 那她开心吗 我轻声道 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 从小被养父母细心呵护着长大 她性格开朗乐观 活泼善良 所有人都很喜欢她 她一直都有在幸福快乐地长大 念秋只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弹幕刷得飞快 心仪大师快说说 秋秋现在在哪呀 大叔接下来 是不是要去认女儿了 大叔运气真好 碰到心仪大师 应该很快就能妇女相认了 念秋也看到了这些评论 她摆了摆手 够了 够了 我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医生说我没多少时间了 秋秋现在生活得很好 我对她而言 是负担也是麻烦 原本我想着她要是生活得不好 那我就去找她 至少要让她知道 还有人念着她想着她 可现在听大师这么一说 那我就没什么遗憾了 她有人爱 有人疼 我没什么能给她的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去打搅她的生活 不找了 不找了 弹幕破房 我眼睛都尿尿了 有些父母不是父母 有些父母真的很伟大 大叔真的为了秋秋 付出了半辈子了 暴哭 大叔太可怜了 大叔看起来比网友们高兴得多 是真的高兴 他笑着说 我现在心中一直憋着的那口气终于散出去了 从秋秋被拐以来 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现在我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大师 谢谢你了 我看着她 眸光微动 不用谢 直播连线挂断了 网友都在起哄 让我再算一个 但我确实没有这个心思了 之前说好的五卦 现在已经全部算完了 大师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吧 我撇了撇嘴 你们当我是卖艺的呀 今天就先这样 以后 我要是无聊的话 可能还会开直播 找你们聊聊天的 再见 朋友们 不顾网友们的哀嚎 我关闭了直播间 仰头躺在椅子上 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嗡嗡嗡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看也没看 按下了接听 喂 师父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 你图 我刚刚看了你的直播 我 哦 到家不打妄语 你今天说谎了 我无所谓到 你说骗钱那事啊 那问题不大 回头我去 师父 我说的不是那个 我声音一顿 不说话了 那孩子的生辰八字 我也听到了 我替他算了一挂 早在一岁时 他就已经去世了 徒儿 我不信你算不出来 我当然能算出来 我还算出来 念秋已经游进灯窟 最多也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与其徒增伤感 不如让他安心地去 不然死后执念太深 在这世间来回徘徊 何苦呢 秋秋在一岁时 在菜市场被拐 那时人贩子见他穿得好 父母疼爱 就下意识以为是个男孩 他抱走秋秋后才发现是个女孩 一时竟脱不了手 后来秋秋父母追得紧 他着急脱身 竟在过桥时 直接把秋秋从桥上扔了下去 二十四年过去了 连秋秋存在过的痕迹 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但却还有人念了他二十四年 师父 你说我做错了吗 师父叹了口气 也没再说话了 跟师父挂断电话了 我起身正要出去 在关电脑时 却看见之前没退的直播后台 一直在闪烁 点进去一看 发现是一大堆私信 除了那些粉丝催我直播外 还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是昨天直播连线过的网友 兔丝子 大师你在吗 江湖救急呀大师 大师你接不接私活呀 价钱好商量的 大师你看看我呀 真的有大事啊 啊啊啊啊 我看着他的一大串私信 陷入了沉思 看得出来 他精神状态有些堪忧 说了这么多有的没的 一点有用的信息也没有 我回了他一句 说正事 兔丝子几乎秒回 呜呜呜 大师你终于理我了 是这样的 其实有事相求的人不是我 是我老板 兔丝子本名李言 他得到我的回应后 直接开车来到约定的地方 把我接上了车 在去他老板家的路上 他把情况仔细跟我说明了一下 大师 其实出事的也不是我老板 是我老板的母亲 他都七十岁了 平日里胃口并不好 吃饭一般吃个小半碗就吃饱了 可最近却很不对劲 一天要吃十顿 顿顿吃三碗 胃口大得很 李言说着都有些发怵 那位阿姨我也见过 挺和善的 可听说就因为我们老板 劝他少吃点 他就把老板的脸都挠花了 还骂得特别难听 我若有所思 所以你们老板怀疑他是撞邪了 李言嗡了一声 最主要的原因是 阿姨骂人时说的是广东话 但我老板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 哪里会说广东话 说话间 车子驶入一处别墅区 车子左转右转 最后在一栋中式别墅院子门前停了下来 李言引着我下了车 他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没过多久 一个有些秃头的中年男子 就带着人迎了出来 不乏急促 看着挺着急的 小李 你带的大师呢 李言让开 露出身后的我 老板 这位是心仪大师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 目光迅速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然后把李言拉到了一边 他们说话声音不大 但我能听见 你瞎胡闹什么 这么年轻的姑娘 怎么可能是大师 你被骗了 老板 你信我 他真的有真本事 那天晚上我遇到鬼打墙 就是他给救回来的 他们嘀嘀咕咕说了半天 我倒是先有些不耐烦了 行了 我是不是骗子 待会儿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走到他俩面前 劳烦带个路 中年男人此时也不好意思起来 好歹是个大老板 也没表现得多尴尬 他朝我笑了笑 我姓袁 叫袁申 大师贵姓 我也笑 叫我心仪就好 心仪大师这边请 他直接给我带了路 我家的情况 小李应该都跟您说过了 医生看了 药也吃了 可根本不管用啊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想起来 请你们过来看看的 我看了他一眼 李延也注意到了那个门 老板 你还请了别人吗 袁申点头 我朋友还给我介绍了一位菩提罐的大师 已经在里面了 李延闻言下意识转头看了看我 他后退一步走到我旁边 心仪大师 对不住啊 我不知道老板他还请了别人 我倒是无所谓 没事 那个菩提罐我有些印象 是十几年前活起来的 道观里有本事的人不多 但挺会营销 找了几个白白净净的小道士 天天拍视频 名气倒是越来越大 我并没有多在意这事 没走多久 袁申就把我们带到了正厅 一进去就听见了极为夸张的咀嚼吞咽声 我看向正中的桌子 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饭桌前 面前堆满了吃的 正在大快躲移 胃口很好 好到不正常 吃相很差 差到不忍直视 这是我母亲 袁申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那位是青山大师 顺着她的手指看去 我这才注意到坐在一旁的黑袍道士 虚张声势 但确实看着比我专业 她斜斜地看了我一眼 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 袁申问保姆 这是第几顿了 保姆 第七顿了 我们就站在一旁 看着袁母在那胡吃海喝 我看了一眼 她的肚子 已经鼓得很高了 一般人肯定受不了的 但她好像没什么感觉 小丫头 你是个道士 青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旁边了 她语气随意 你说说 袁老板的母亲是怎么回事 我有些谦虚地笑了笑 青山大师想必已经看出来了 她微抬着下巴 那是自然 她笃定 我是个装模作样的骗子 对我没什么好脸色 冷哼一声 年纪轻轻 就出来招摇撞骗 真是作孽 我瞅了她一眼 没说话 青山的话原身没听见 她只听见了前一句 于是立马凑过来 青山大师 我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青山笃定道 令堂是被猪妖附身了 原身吓了一跳 猪妖 她又看吃得满嘴流油的母亲 当即恍然大悟 是了 是了 一定是猪妖 青山大师 快出手去腰吧 青山依旧气定神弦 她慢悠悠伸出五个手指 原身立马握住了她的手 老泪纵横 再加五万 一共二十万 大师你只要把妖怪 从我母亲身体里赶出去 咱们价钱好商量 我身体一晃 差点没站稳 惊诧地转头看着他们 多少 二十万 注意到我的目光 原身善效 心仪大师你也是 要是你能救我母亲 也是这个假 我把袖子一撸 那我先来 玄清冠前些日子屋顶破了 下雨天还漏雨呢 眼下正缺一笔修善款 青山眉头一皱 反手给我拽了回来 狂妄小辈 可知先来后到的道理 我扯了扯嘴角 哦 那你先 青山还带了一个小道士 充当助理的角色 他把外面繁杂的黑袍一脱 伸手 给我桃木剑和镇腰符 小道士把东西递到他手上 青山一手拿符 一手执剑 太上台兴 应变无庭 驱邪妇妹 保命护身 智慧明镜 心神安宁 三魂永久 颇无丧青 急急如律令 一段咒语念完 镇腰符五火自燃 他猛地一抖桃木剑 将那镇腰符直直直向原母后背 符纸贴上原母后背的瞬间 他吃东西的动作就停了下来 原身一喜 有效有效 可下一秒 却见原母直接站了起来 抬手掀翻了桌子 那么厚实的红木桌呀 他一把就掀了 说话声音雌雄莫变 谁 谁敢拦老子吃饭 他气势汹汹转过身的时候 青山周围众人纷纷散开 独留他一人僵在原地 青山有些慌张地从袋子里掏法宝 一边掏一边念咒语 可原母的脚步却半分未停 直直地冲他跑了过来 青山冷汗都出来了 桃木剑都拿不稳了 在剑脱手的一瞬间 我伸手接了去 另一只手稳稳地拖住了他的背 现在我上 青山震惊地看着我 然后盲不迭点头 你来 我把他往旁边一推 顺势一碗桃木剑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无缝三清祖师爷 赐我神威 天降五雷 下一秒 屋子光线骤然变暗 李延吓得尖叫出声 雷光电花自剑间浮现 朝着原母狠狠击去 青山正愣在原地 说话都结巴了 隐 隐雷树 你到底是谁 我没空搭理他 此时原母已经被迫停了下来 身上雷光点点 她神色痛苦 叫声刺耳 原身担心极了 心仪大师 我母亲不会有什么事吧 这猪妖什么时候才能驱除啊 我哼笑 猪妖 我何时跟你说过 这是猪妖了 原身下意识看向青山 可青山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哪里敢吭声 李延问我 不是猪妖的话 那是什么 我双手合十 引雷入体 沉生道 是个上百年的饿死鬼 众人震惊之余 我已经拿着桃木剑 欺身上前 一剑击打在原母的四肢躯干 一打天青 二打地灵 三打人长生 四打雷压煞 五打凶神恶煞 给我滚出来 话音未落 原母就猛地弯下了腰 她神情猙獰 嘴巴半张 几秒后 她的喉咙里 发出一声诡异的吼叫 似有什么要蠕动而出 她的对面 站着原身 李延等人 我目光一鸣 都闪开 下一秒 黑烟裹挟着惨叫 从原母口中喷涌而出 我咬破中指 挤出一滴精血 按在桃木剑上 往哪跑 黑烟一掷 在这间隙 我拽下腰间的乾坤带 将她尽数收了进去 大厅等光线 渐渐变得明亮 原身骤然回神 边哭边跑过去 妈 妈你没事吧 妈 她红着眼睛 把原母从地上扶起来 原母有些恍惚 咋了这事 原身连忙询问 妈 你有没有哪不舒服啊 原母想了想 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 就是觉得 有点撑得慌 原身喜极而泣 让人把原母送下去休息后 这才想起来 站在一旁的我 心仪大师 真是谢谢你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 原先瞧着您这么年轻 我还有些不太相信 没想到 真是我看走眼了 大师 您别见怪 我没往心里去 自然也没有见怪一说 说话间 青山与她那位助理 已经收拾包袱 准备开溜了 原身出声喊住了她 青山大师 今天辛苦了 青山尴尬笑道 不辛苦 不辛苦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频道就先告辞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别墅 称得上是落荒而逃 原身冷哼一声 亏我每年 还往菩提贯捐那么多钱 没想到都是骗子 我解释道 那青山还是有些本事的 只是修行还没到家而已 见我这么说 她也没再说什么了 她伸手递给我一张支票 大师 这是之前说好的报酬 我看了她一眼 没接 原身一愣 心疑大失 眼看着她又要再写张支票过来 我连忙阻止 不是嫌少 而是你这件事 我尚未给你完全解决 报酬自然不能收 原身 什么 我绕开她 在别墅上上下下看了一圈 他们就一步一趋地跟着我 也没敢多问 最后 我在一间屋子停了下来 我问原身 这间房是做什么的 原身立马回答 装杂物的 她解释道 我们家是白手起家 以前家里并不富裕 我妈就总喜欢从外面捡东西回来 但凡她觉得还能用的东西 她都捡回家 现在我们生活好了 有钱了 可她这个习惯却一直改不掉 这间屋子堆的都是她从外面捡回来的东西 我点点头 那就对了 原身不解 我沉声道 一般邪鬼恶灵不会无缘无故缠上一个人 令唐遭饿死鬼缠身 之前必然与她有过接触 你把这门打开 我进去看看 原身一听 二话没说 直接让人把人推开了 里面东西杂乱 什么都有 我四处翻看了一下 最后视线落在架子最上方放着的一个青瓷花瓶上 这个 我伸手一指 什么时候捡回来的 旁边的保姆先想起来 老夫人出事前最后捡回家的就是这个花瓶 原身问我 大师 可是这花瓶有什么问题 我将花瓶摔碎 露出里面白色的瓶身 那瓶身上密密麻麻用黑笔写满了东西 这是引鬼咒 我看向花瓶 令唐抱着这样的邪物一路走回家 难怪会引来饿死鬼 原身听了我的话一阵后怕 到底是谁要害我原家 我又道 你们运气算好的 这引鬼咒能引来的可不只是饿死鬼 饿死鬼一般是由穷苦人家死后所化 他们心肠不坏 并没有害人之心 可若是引来了猖鬼 异鬼之类的害人恶鬼 那你家怕是早就家宅不宁了 原身连忙道 大师 您得帮帮我呀 见我低头不语 他又说道 价钱好商量啊 大师只要您肯出手 价钱您随便开 我听笑了 不用 就之前说好的就行 我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这花瓶已碎 里面的引鬼咒自然没用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担心的是 既然有人盯上了你们 那这一次不成 必然还会来第二次 原身 大师 我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平安符递给他 莫把平安符分给家人 一人一个贴身带着 那洗澡的时候 放在浴室门口 好的好的 我走到门口 转身叮嘱他 这段时间小心点 有事联系我就行 原身一直把我送出门 对我的态度跟之前相比 简直天翻地覆 大师辛苦了 大师慢走 没事常来做做 我脚步一顿 指着他放在大门口的发财术 看你人不错 我提醒你一句 这棵发财术有些挡财运了 你趁早挪一挪 原身一愣 立马道 谢谢大师 现在我就让人去挪 李延又开车 把我送了回去 路上 他心情很好 一直跟我道谢 我看了他一眼 你跟我道什么谢 他笑了笑 这次能请得心仪大师出马 替老板排忧解难 是我运气好 实不相瞒 我最近正在征部门主管的位置 我也笑了 挺好 这次应该稳了 他把我送到地方 临下车时 我扔给他一个平安符 李延愣了一下 这是 挂在车上 保平安 李延拿着平安符 愣了好久 身后的车子 开始疯狂按喇叭了 我关上车门 快回去吧 看着李延的车子 消失在路口 我转身 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一进门 就看见阳台上 站着一个黑影 我吓得差点一个雷劈过去了 黑影转过身 逆途 回来了 我无语 师父 你在这样 我要报警说 你四闯民宅了 他慢悠悠走到我旁边坐下 刚刚我可都看到了 徒儿啊 你这段时间 人情未多了不少 我扯了扯嘴角 谢谢啊 好事啊 好事 师父看起来心情不错 此时天都已经黑了 师父跟我面对面 喝了一杯水后 站了起来 走吧 我一愣 去哪 师父看着我 方才我算了一挂 已经算出了那位秋秋小友 最后丧生的地方 咱们现在过去 天亮应该能到 我们力量微薄 但总能替他念一段往生咒的 我抬头看着他 久久没说话 师父笑道 你这人看着冷淡 对什么事都不上心 实际上 却是最容易想太多 走吧 不然你今晚怕是睡不着了 我忍不住笑了 谢谢师父 替秋秋念完往生咒回去的路上 师父问我 心仪啊 这么多年 你一直没给自己算一挂 你要是想算 亲生父母 怕是早就找到了 我靠在窗上 没说话 师父叹了口气 也没再多说了 分开的时候 我喊住了师父 师父 您替我算一挂吧 父母 我现在有点想找找了